聽說最近中環區出現了一些神秘的紙幣 一張可以賣成300元 一張賣成300元 10張是3000元 100張是30000元 就讓我今集和大家看看 這些紙幣有什麼特別 會不會有機會成為智庫密碼 導遊有阿倫 歡迎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早上我們來到中環這裡 準備一間新開的日本乾隆餐廳 相信最近大家都會看到很多鋪天蓋地的宣傳 這間餐廳其實是由牛角 即是最福留集團的老闆王老闆引入的 找了很多KOL 又或者是 一些Celebrities 去宣傳這間新開餐廳 它其實是昨天5月7日才剛開幕 今天是5月8日第二日 網上未有太多評價 很多都是吃吃開門之前的一些試食 這些的試食雖然有些是指揮食評 但我都不太明白 即是未知識開門你怎樣自費去吃 即使邀請你去試食 你真的有付錢的 人家又特意提早你開門 特意煮給你吃 你或多或少都會有些主觀的因素影響到 而今次我們真的是真自費 真排隊去試給大家看 我們會看一下 價錢和排隊等候的時間 究竟和食物的味道和服務的水準 是不是成正比的 我們先走快一點點吧 因為昨天看到第一天開幕 十點鐘的時候就有三十多人排隊 十一點開門之前 三十多人排隊已經派了 現在大約九點五十幾分 我們先走到IFC幾點鐘 我自己其實就不太熟路 聽說在IFC的四樓 一個空中花園那邊 我們儘管上四樓看看 現在差不多十點鐘了 希望頭一兩兩就會吃到 如果不是 等太久就失了預算 好 我們現在到了平台 中數 幾點鐘了 十點零四分 好 我坦白說 是真的難穩一點點的 我剛才是走進蓮哈佛裏面 用蓮哈佛的升降機上來的 我前面已經有一堆人了 我也不知道能排第幾個 因為一個人可以拿兩張票 我走過去 放下椅子才慢慢拍給大家看 就是這裡了 不知道是否昨天 黃老闆去過Facebook網上的 實時轉發實在太驚人了 所以大家都預期了那個時間出來吃 我們儘管看看要等多久 現在是剛才我們十點零幾分 跟大家說一次的時間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 我幾點進去的 我們在等金牌隊期間 其實都看到這個平台花園 是挺漂亮的 也都看到維港的景色 所以有些海峰排隊也不算太辛苦 但如果你說你不想排隊 你當然可以考慮網上 300本買黃牛飛 但聽說黃老闆應該很快 就將會進行一些反制的措施 所以大家都是老老實實過來排隊 如果你真的不想排隊 都可以等六月 因為聽說六月就會推出網上的預約系統 我相信他們短期內都不會開太多分店 因為看到他們網上的一些宣傳 都有說到說 希望開一間百年的老店 多於開一百間一年的老店 我相信不會像Cormeda Coffee那樣 一年間就已經開了很多分店 令到現在 玩可羅雀也沒有那麼好 大家儘管網上都預約 現在大概是十點半鐘 看到已經開始打蛇餅 我剛才數過大概有五十多人 簡單說 如果你過到十點半過來 應該第二輪都進不到 因為現在我們在密認 一個人拿一張票的情況下 都已經五十多人 如果一個人拿兩張票 你應該都要第三輪 甚至第四輪才能吃到的了 大概十點八左右就會開始派酒了 現在就十一點鐘了 今天就沒有好像昨天這樣出現 未開門已經要截龍的情況 所以相信熱潮過後 應該人龍會慢慢減退 你好 你一位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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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念 好 請你 預計12點早10至15分鐘回來 現在先量住冷氣 好啊 謝謝你 好我們已經拿到票了 雖然春單社兩位 但是那位職員就說不要緊的 都是他們記錄了一位 那麼現在就11點人鐘 我們就可以拿著醜 進去商場量熱氣 我們稍後再回來做十至十五分鐘回來 現在就讓大家看看餐廳環境 左手邊和右手邊分別有各一張桌子 有師傅負責在每張桌子燒炭燒的日本牛肉抗布扒 他們的牛肉是用了8%的牛肉 每天新鮮在店裡做的 而且在炭燒之前也會先嚇打牛肉抗布扒 確保會鎖住肉汁有彈性 另外它的米也有差不多來頭 聽說暫時會用了長野縣那邊的月光米 是一些無洗米的級數 就是不用洗就可以直接吃的日本米的級數 在香港算是非常頂級的 這裏的套餐只有一隻 這隻的套餐是一三百加一 包了三塊漢武扒 另外月光米是任裝任食的 另外又是燙的 另外亦都可以加錢吃那些什麼沙律 我就不想說它很便宜 因為始終這個價錢如果吃飯加起來都要150元 我就不覺得太便宜 反而有很多KOL受邀請過來 就說到很便宜 很抵食 良心價 我覺得誇張了一點 因為老闆自己的Facebook 都承認這個價錢真的不算非常便宜 我說不想說太便宜 怕會有一個捧殺的效果 有反效果就不太好 另外也提提大家 這裡只接受電子支付 看到門口有部機 只接受電子支付 是不收現金的 雖然打到有印象 上一間說不收現金的餐廳 就有一個公關在 當有客人問它為什麼不收現金 只要它不要回答 因為現在是21世紀 相信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個門口其實後面也有個位置可以掛褲子 不怕弄到全部都是油煙味 之後店員就會教大家 用這部自助點賽機去落單 好 麻煩你 好 其實剛才剛好位置 店員就跟我們介紹了一些餐牌 還有哪裏有得自取飲品 有一點點的水 是不用錢的 還有就是中間這裡要自己拿生雞蛋 我們一會兒吃到後面再出來拿 我看到很多媒體都說 這裡有什麼俊男廚師 我就不喜歡這件事 還是看看肉好不好吃 因為座位所限 桌子比較窄 我應該就不會設計 給大家看看櫃桶 這裡有一張紙 會介紹一些調味料 會教大家第一件是直接吃這個漢股扒 之後第二件才加蘿蔔泥和油脂醋 最後就配生雞蛋 這是長野魚的魚泥米 我們可以添糖 如果要需要的話 我們可以添糖 還有小公司可以 第一件的漢股扒都準備好了 基本上是飯和湯一送到 已經會有漢股扒 看起來都挺厚的 當然漢股扒的大小 面積看起來就沒有平常的漢股扒 但它是非常厚的 我們看到肉汁是非常多的 很厚的漢股扒 我們馬上試一下味道 是怎樣 那個漢股扒是有炭火味的 我覺得炭火味也非常之重 不過我覺得它漢股扒的肉味 牛味不夠重 這件漢股扒 雖然建議大家一件是原汁原味的食 我也是沒有放任何調味料 但吃到有黑椒或胡椒 應該是醃的時候放了黑椒胡椒 我不是太吃到牛味 稍微濕望一點 之前有這麼多人介紹 說到天上有地下沒有這麼誇張 它這件牛肉的牛味真的不夠 至於說一下米 我覺得濕氣重的時候 它的米偏濕 雖然它是月光米 看它的形狀也是很飽滿的 但是吃下去就沒有分明的效果 它偏濕 我覺得濕多一點 這可能是個人喜好問題 剛剛就送了一碟蘿蔔蓉過來 下一個有子醋一起吃第二件 就會有些解離的狀 看到第二件還在滴油 好像很汁 加一點鹽和花椒 調味 第二件下了蘿蔔蓉之後 的確確是比較清新一點 感覺上都不錯 另外有需要也可以拿些醬菜來送飯 也可以的 最後一隻就是加上雞蛋 我不肯定別人是怎樣拍到 把雞蛋放在漢堡牌的表面 因為其實有點尺尺的 一打碎雞蛋就滑下去了 我始終覺得它的漢堡牌的牛味不夠 所以它加了雞蛋之後 它的味道反而更豐富了 層次多了 我反而喜歡加了雞蛋之後的味道 好 那我們今天已經吃完這間碗肉與米 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的食物質素如何 我自己就覺得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吃 它的漢堡牌是有炭香味 有肉汁 但是肉香就差一點點 不是太夠肉味 但總結來說它的服務是不錯的 一進去都會跟它說不好意思 要你等那麼久 還有之後的服務和介紹 全部都做得不錯 我覺得這個算是中上水平的 日式餐廳 它的味道我覺得都算不錯 十點鐘來到 等了一個鐘派籌 然後再等多一個鐘 差不多十二點才進去吃飯 我要坦白說 我是有帶一張椅子來坐的 所以我等過一個鐘是坐著等 就不會覺得累 如果是站著排隊 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另外我等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路剪片 一路剪這條片 所以就不會說時間過得很慢 這個就讓大家參考一下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